大珊合作词 词词 吃棒棒了 齐了 我们去公园了 哇今天 好美 那里有一个凤凰酒家 是什么 这是给狗狗 这是给狗狗捡屎的 我们进公园遛狗之前拿个塑料袋 然后狗狗拉屎就给它捡起来 单单这里好漂亮哦 是不是 看这个小房子美不美 这个公园看得到湖和后面的山 好漂亮啊 好玩吗 我们的牛排 还有我炒了怪味包菜 也被吃了一半 还有这个白色的芦笋 不知道为什么是有白色芦笋 然后炒了一个这个虾 觉得水给多了一点点 看到小红书上的这个菜股做的 但是整体味道还不错呦 你在吃什么 这个剥开 橙子 血色橙子 刚切的时候还以为我切到手了 蛋蛋蛋在 拉屎 真棒棒棒棒棒棒 蛋蛋在哪里拉屎 说 蛋蛋在马桶上拉屎 蛋蛋在马桶上拉屎 真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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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烤 齐了 嘿嘿嘿嘿 蛋蛋第一次在马桶上拉屎 第一次哦 太棒了 我们突然的就会在马桶上拉了 嗯 训练了一天马脑上拉尿 然后第一次让它在马脑上拉尿不敢拉 第二天就好了 拉得非常的顺畅 我不能抢 抢什么 抢什么 抢 来了 不能抢 哇 广东人包饺子啦 快看饺子长什么样 还行耶 看起来 比我包箱好一点 我要看点赶皮 大家看 史上 史无钱 五块钱的板面杖舍不得买 好嘞 用我的啤酒瓶子擀 关键是它擀的还挺好 你看这个 我觉得擀的挺好啊 哇 厉害厉害厉害 羊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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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包好的在哪 在哪 第一盘 看一下我们的面多了这么多 跟它说的时候都说馅子少了 我们弄的是牛肉馅 我让它剁了两个白菇 进去增加一点那种爽脆的口感 然后放了点大白菜 你这肉也太多了吧 每一个肚子是不是都要撑爆的感觉 它肯定馅不够啦 这个是最瘦的 啊 你能不能少给一点 哈喽 那天晚上我去买了东西 然后我没跟你们录进去 就是我买了一个baby的身体乳 你们看一下这个这个牌子 Mastella 好像是一个德国的牌子 然后它在网上的网评还不错 然后我买的是这个蓝色的版本 蓝色它是有一个像avocado这样子的标志 这个是比较清爽一点点 另外一种是橙色的 它是比较滋润一点点的 这个是写的normal skin 就是正常的复制 我这两天在给我宝宝用这个 我觉得它用的还不错 吸收挺快 大概十秒钟左右就已经没有很沾连了 这个价钱大概是二十多瑞郎 那就是多少人民币啊 七 七 七 大概是一百五十左右的价钱吧 反正我在这里买是这个价钱 然后我宝宝 我从新加坡背回来的奶粉 就只剩这个小罐子的最后一罐了 已经快喝完了 所以我想说虽然这边的鲜奶很好 但是有的时候出门中午那一顿奶 我还是带奶粉比较方便 这个以前它喝的这个奶粉的小罐 我们在家都是买大罐子 就是一千六百克 这个的两倍大概是八百 大概是八十新币 八十新币就是四百人民币出头 四百二这样子或者到四百三左右 然后这个的价钱就是 这个是八百克 它跟小罐一样的 小罐是大概就两百多了 所以它这个的价钱是二十多瑞郎 好像是二十八还是二十九 就是这款里面比较贵的一种 但是我觉得算下来 好像也是两百出头这样子 所以跟这个价钱也还比较相当差不多 它有一个比较好的 就是它这个开口 它是这样开 你打开以后 它里面的勺子一开始的时候 是卡在这里的 是这样卡在这里的 然后我昨天 对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旅行的时候 带出门 你这样子把勺子卡在这里 因为旅行的时候你把它关起来嘛 然后它就会在行李箱里面晃动晃动 然后有的时候那个勺子就不见了 就要从里面挖挖挖挖很久 才挖到那个勺子 所以它这个设计非常的科学 这个为什么我之前给它喝 是因为它有一段时间肠胃不是很好 然后有的时候拉肚子啊什么的 然后医生就建议它喝这个款 这个名字叫Petitia 我在广州的医院里面有看到 好像叫裴里安还是什么吧 它的价钱还蛮贵的 因为这一款它添加了益生菌 所以它比较好的可以调节宝宝的肠胃 这个是我听我的儿科医生说的 但是每一个宝宝的身体都不一样 你们要咨询你们自己的儿科医生 然后我在网上做了功课 就给他挑了这一款爱他美的 这一款在国内还挺火这个牌子 但是这个牌子的这个 它里面有写一个Pro Futural这个的 它就是我看到网上说这个叫白金装 然后这个白金装里面就是添加了益生菌 就会跟我之前的那个比较相似 所以我就决定用这个来代替这个 因为这边没有买到这个牌子 大家早上好 今天早上吃完早餐做了这个手擀面 然后等一下中午回来就可以炒一炒 这个用蒜头炒一炒 然后煮个面和进去给小孩吃了 去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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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我们又来当车签咯 我们手擀面准备煮了 煮面有一个要觉就是先用油把蒜头 还有你要煮面的这些配菜先炒一炒 炒香 然后再放点水 做成它的那个汤 我们在吃什么 我们在吃什么 在吃小鸡 耶 好吃吗 好吃 这样 耶 你的耶 你刚睡醒吗 还是还没睡醒 还刚睡醒 祝你一下 我们去晒衣服 这个是专门晒衣服 的房间在最顶层 然后那边是暖气管 排到每一个房间的暖气管 所以这边的衣服 基本上就是被暖气管给烘干的 今天这个晚餐我觉得很有水平 看这个配色 这个是芦笋 牛肉和红椒 还有鸡肉 哦 这个里面还有咕咕 本来我想把这个咕咕炒到这个里面 结果蛋蛋哭了 我就一慌 忘记了 这个呱呱炒鸡肉 还放了几个虾仁 在里面给鸭蛋吃 然后还有老太昨天晚上包的饺子 这个被我煮破了 这个好一点 也是因为放在水里太久了 蛋蛋好吃吗 好吃 好吃 真棒 你要吃什么 我吃吃 打好手 算不算 假的 妈妈的包裹到了 妈妈你反过来了 等一下吧 过滤糊的包裹了 我以为它会丢到油局去 没想到 它丢到我们家门口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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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个箱 哇 我是星期一天买的 然后星期三就收到了 它好像是从德国那边发货 然后就是从德国那边发货了很多次 你在说什么 这里的水质很硬 然后 这里的水质很硬的 然后它在水里面就经常会有那种浮起来的屑屑很恶心 我想买个过滤糊 这是没错吧 它是50多欧元吧 这个BRETA这个牌子 这个BRETA好像我妈妈在国内买的也是这个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它有这个滤芯 里面有12个滤芯 就可以用比较久一点 可能可以用一点 看一下 看一下吧 把它打开是这样的 糊在这里 好吗 我们的糊拿开 哇 哇 哇 然后绿星再做一个一个 你先拿一个出来 然后我看一下 这是小的吗 小的是什么 小的是放在里面过滤的东西 小的猪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打开 等一下来打开 我先把糊打开 嚇死我了 诶 这里还有一个这个 你看一下 这个是干嘛的 好了 刚才我把这个滤芯放到水里面 打湿以后 就把它放到这个小的这个里面 然后安上 现在要用自来水给它过两次 所以这是第一次 等到过两次以后就可以用了 这些中午我们煮手擀面 今晚准备吃三杯鸡 还有上汤娃娃菜 然后三杯鸡的料已经调出来了 看 无辣 我们把配菜倒进去来挺好看的对吧 然后把调好的酱汁放进去 看我们的三杯鸡和上汤娃娃菜 我觉得用白盘子装比较好看 看我们鸡腿就是这样买鸡肉 然后把鸡肉卸下来 然后就用这个鸡肉 而且可以准备的菜 刚才还买了什么呀 一个柠檬 两个牛油果 准备明天做一点瓜卡蒙雷吃